问 既然你不让我拍照 那么还有什么能证明你是真实存在的 并且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呢 你能仔细地描绘一下你自己吗 回答 我知道如果拍些照片的话 会非常有助于证明真实性 人们都是多疑的 那对我们和真实的外星族类 在这个行星上 行使秘密来说是好的 所以 即使你有了照片 你的许多同类也会说是欺骗 说我是戴着面具的女人 或者其他之类的 这对于我来说是十分冒犯的 你必须知道 我不允许你拍摄我或者我的装备 这其中有许多原因 我不想和你深谈 不过 告诉你其中一个是 我们想保持我们的秘密存在 另一个更多是在宗教上 不过 你可以把我的装备和样子画下来 稍后我会给你看 我也可以描述我自己 因为 自动否定爬虫族的存在 以及否定和你们不同类的智慧族类存在 是你们心智的一部分 嗯 我会试试看描述我的样貌 想象一个普通的人类女人身体 你就会对我的身体 有个初步搅好的概念 和你们一样 我们也有一颗头 两个胳膊 两只手 两条腿 两个脚 身材比例也和你们相似 尤其是女性 我也有一对乳房 尽管我们的起源是爬虫 但在进化过程中 也是需要给婴儿喂奶的 这大约发生在三千万年以前 因为 这是让小孩存活下去的最好方法 你们的族类已经在恐龙时代 就进化通过了这点 而稍后不久我们也跟上了 可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是哺乳动物 然而 我们的乳房不像人类那般大 并且 我们族类女性乳房大小 基本都是相同的 外生殖器两性都有 比人类的要小 却是可见的 并且有和你们一样的功能 我的皮肤大体上是绿褐色的 更多的是灰绿色 并且有一些褐色的不规则点 在皮肤上和脸上 你可以从我这里看到美女之上 像两条线一般的 横跨额头 不于面颊和下巴 我的眼睛比人类的大一些 因此 我们能在黑暗中看得更轻 大而黑的瞳孔占据了主要眼球 周围是小耳亮绿色的红膜 瞳孔是狭缝 并且可以从一条小黑缝 到完全张开 至卵圆形之间改变大小 由于我们的视网膜十分敏感 所以 瞳孔必须配合 我们有外耳阔 不过 没你们那么大耳弯曲 却拥有更好的听力 因为我们的耳朵 对声波更加敏感 耳朵上的肌肉 可以称之为盖子的 可以将其完全封住 我们的鼻子更加突出 并且 在两个鼻孔之间 有微字形的弯曲 可以令我们的祖先看到温度 我们已经失去了 其他大部分的功能 不过 我们借此器官 仍能更好的感知温度 我们嘴唇的形状和你们的一样 女性的 比男性的大一些 不过 是灰褐色的 牙齿 非常白 而且坚硬 与你们温和的哺乳动物 相比来说 长而尖锐 我们不像你们有不同的头发颜色 而原始的发色 比如我 是绿褐色的 我们的头发比你们的浓密和坚韧 生长非常缓慢 此外 头部是唯一能长毛发的地方 我们的身体 胳膊和腿 与你们的形状 大小均相仿 然而 颜色不同 在大腿和上臂 有鳞片状的结构 我们的五指比人类的稍微细长 手掌上皮肤很平 因此我们没有像你们那样的纹理 而又是鳞片状的皮肤结构 以及褐色的点 并且没有指纹 如果你触碰我的肌肤 你会感觉比起你们的多毛肌肤来说 更为光滑 双手中指上端 有小而尖利的角物质 指甲是灰色的 通常比你们略长 你看我的指甲顶端不太圆 因为我是女性 男性的会更尖利一些 一般五到六公分 以下特征是非常不同于你们族类的 并且与我们祖先也有部分相异 如果你触摸我上半身的后脊 会透过衣服感受到一道坚硬的 临寻线条 那不是脊骨 而是皮肤和组织的一种 非常难为的外板型结构 从头到尾 恰好服从脊骨 这个结构和板状中 有数量极多的神经和大血管 这些小板状主要的功能 是体温调节 并且如果我们坐在日光 或者人造光下 这些小板就会冲血 血管扩张 阳光便会加热我们爬虫的血液 那会令我们感觉极度愉悦 还有什么与你们不同的 我们没有肚脐 因为我们同你们哺乳类出生的方式不同 还有一个外在的区别 并不重要 况且我想也不必全说出来 因为如果我们穿着衣服的话 大半是看不见的 我想关于我身体的描述已经够详细了 我建议你可以画几张图 问 你们通常穿什么衣服 我猜 这件不是你平常所穿的 回答 是的 我只在人类中间才会穿这种日常服饰 老实说 穿这么紧的衣服实在令我不太舒服 总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如果是在自己家里 或者是在巨大的人造太阳区 并且如果与我们名字相近的其他人在一起 我们通常是裸体的 这使你非常震惊吧 当我们和许多同类一起在公众领域的时候 我们穿非常宽大和柔软的 用轻薄材料做成的衣服 我刚告诉过你 我们的身体许多部位 对触觉非常敏感 大部分在于背部的小半块 因此 我们穿紧身的衣服会感觉不适 这会伤到我们 男人和女人通常会穿同一种衣服 不过 性别不同 颜色不同 问 你刚才说 与你们名字相近的人 是指你们的家人吗 回答 不完全是 你可以称为家人 但这个词 对于你们来说 意味着父母 孩子 这样遗传所属 如我刚才所说 我们有一个非常难念和独特的名字 这个名字 有一部分是绝对独特的 而再也没有另一个人那样叫 还有一部分 使用一种发音 告诉其他人 你属于哪个家庭 这并不意味着 该团体中的每个人 都和你有遗传关系 因为这个团体很大 有40到70人 其中 有遗传关系的人 除非这个人 决定离开这个团体 并且 通常你和父母的联系 是最坚固的 对我来说 现在向你解释我们 非常古老的社会系统 实在是太困难了 因为它非常复杂 仅是最基本的 我就要和你说上几个小时 也许 我们下次见面时 可以给你描述其他细节 问 你们像一般爬虫那样 有尾巴吗 答 你看到了吗 不 我们没有可见的尾巴 如果你看到我们的骨架 骨盆后面的几股 有一段小小的圆骨 这是我们祖先 没有长成 没用的尾巴 现在从外表下看不到 哦 我们的胚胎在成长前几个月 有尾巴 但是在出生前就消失了 尾巴只对试图 用两条腿走路的原始种族有用 它们必须用尾巴平衡 但我们的骨架 在进化中改变了 变得和你们极度相似 因此 我们不需要用尾巴保持站立 问 你说你们的出生方式和我们不同 你们产卵吗 回答 是的 不过不像你们的鸟类 或者原始爬虫那样 实际上 胚胎在母亲子宫的蛋白质叶里 还有一个卵形非常薄的白壳包裹着它 充满着整个子宫 壳内的胚胎完全受于母体 取自己一切生长所需 在壳内发展 有一条带子和你们的旗带一样 连接在一个隐藏在后背板的点上 当婴儿要出生时 整个蛋体附有一层蛋白质粘液 被挤出阴道 几分钟后 婴儿破壳而生 我们中指指尖上 这两片角质 能够本能地刺破蛋壳 进行出生后的第一次呼吸 出生的婴儿没有人类个头大 只有30到50公分高 蛋体大概40公分高 但是我们普遍长到160到180公分 问 你们的体温是多少 你说过 你们享受待在日光下 这对机体有什么作用吗 回答 我们不是哺乳类动物 由于是爬虫 我们的体温取决于周围环境 你摸我手的话 会感觉比你们要凉一些 因为我们的体温大概在30到35 因为我们的体温大约在30到33摄氏度 如果坐在日光下 特别是裸露背板朝向阳光 体温就会在几分钟内上升8到9度 这个升温会令身体产生许多霉和激素 我们的心脏 大脑 以及每个器官都会变得更加活跃 我们就会感觉非常棒 你们人类只是在享受阳光 而对于我们来说 享受的是你们所能想象的极度快乐 我们同样享受在非常温暖的水或液体中 游泳以增加体温 如果我们在阴暗处待几个小时 体温会回到30到33摄氏度 对我们无害 但我们在阳光下感觉会更好 问 你们吃什么 回答 通常和你们一样 种类繁多 肉 水果 蔬菜 专门的蘑菇 以及其他的东西 我们还能吃并消化一些 对于你们来说有毒的物质 你我之间主要的区别是 我们必须吃肉 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蛋白质 我们不能像你们那样完全素食 那样消化系统会停止工作 没有了肉 几周或者几个月后 我们就会死掉 我们许多人 吃生肉 或者其他你们可以消化的东西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宁可吃烹调过的肉 和地面的水果 比如苹果和橘子